黄金价格再度下跌 金酒银食到来 年底黄金消费旺盛 现在是不是购买黄金的绝佳时机呢 另外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这两年以来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们这个投资渠道越来越狭窄 而且利率是越来越低了 是的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低利率时代 你想啊 就从住房贷款这个事上就能看得出来 现在很多城市手套房住房贷款利率 才4.1% 要知道两年之前 有的人你贷款的6% 当然了贷款率率低 你这个存款率率得更低 要不然银行不亏钱吗 尤其是这些年来 P2P也好 信托也好 各种理财也好 纷纷出现了崩盘亏损 大家感觉到这个投资渠道真是越来越窄了 因此又有很多朋友们 把这个投资的方向描向了黄金 尤其是今年以来世界局势很动荡 俄乌战争打了半年多了 欧洲面临经济危机 能源危机 咱们古代有句话叫这个乱世藏金 所以很多人说按道理讲 越是乱世黄金应当越贵才对 那么我们在相对全球动荡的时候 买黄金是不是一个很稳健的投资渠道呢 然而看数据啊 这半年来的数据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什么呢 黄金价格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乱世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下跌 按美元计算的黄金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恐怕跌了15%左右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是说越是乱世黄金硬通货的价值越能体现吗 哎 这真是有原因的 今年以来美元变得越来越强势 为什么强势 原因很简单 去年美国实在印了太多的美元 造成了本土今天的通货口罩 所以美联储一起到这个事了 必须把通胀打下来 为什么 马上11月份美国就中期选举了 对于美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大家最在意的不是俄乌打不打仗 最在意的是我这个汽油涨没涨价 我这个面包涨没涨价 你这个通胀压不下来 民主党中期选举怎么选 所以美元储连续四次加息 就为了把这个通胀控制下来 你加息就会使得美元变得强势 就会使得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通通升值 所以过去这半年我们看到 美元对英镑欧元韩币日元人民币通通升值 对日元更是飙升了超过25% 美元的强势不单体现在汇率上 还体现在大宗物资上 所以过去两个月 我国油价连续下调了五次 为什么 这一方面是俄乌战争稍微消停了点的原因 利空出尽 另一方面就是美元太强势了 美元的强势不单导致石油价格下跌 当然也导致黄金价格下跌 而且美元每加一次息 黄金价格就要下降那么几个百分点 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 你想啊 今天如果你持有美元的话 你把它存到银行中 你是有利息收入的 而且美联储每加一次息呢 你这个利息收入就要增加一些 你什么都不用干啊 你真是躺着就能赚利息 可是你持有黄金呢 黄金本身它不是货币 你就是存到银行中 人家不但不给你利息 你还得给银行不管费 所以对于大量的黄金投资者而言 美元每加一次息就相当于自己损失了一次机会成本 少赚到了一笔钱 因此美元每次加息黄金的价格就要往下波动 所以出现了黄金价格大幅下跌的状态 但是有一个现象挺极测 那就是以美元计算的黄金价格呢 在今年头八个月可能下跌了超过15% 然而以人民币计算的黄金价格呢 基本没咋跌 也不能说一点都没跌啊 今天年初我记得价格大概是380多 到了物战争刚才打的时候400多 现在又跌回到389了 可能也就有个10块多钱每克的波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人民币也在贬值 刚才我们说了 由于美元的强势 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都升值 美元对大宗物资黄金也升值 所以黄金在贬人民币也在贬 黄金贬的比人民币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所以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相对稳定 但是也有一点点跌幅 当然这充分证明了人民币的强韧性 在全球主流货币同时下跌的情况下 我们相对而言还保持了坚挺 所以如果您到各金店去看金价的话 你会感觉好像今年波动不大 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如果你投资只黄金的话 你去看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的话 你会感觉到黄金真是跌了不少 所以这个话讲回来 在我们感觉到进入到一个低利率时代 投资渠道不畅通 又想自己资产保值增值之时 要不要买黄金 这个道理以往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过 如果你想谋得很高的利润 你想有一次投资能够获得5% 10%甚至15%以上的回报 那你投资黄金基本不可能 投资黄金不是让你赚到更多的钱 而是让你在遭遇到危机困难之时 有一个压仓石在家里放车 因为黄金具备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它是硬通货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场俄乌战争 大家进一步理解了什么叫硬通货 以往我们觉得货币是硬通货 美元是硬通货 然而当战争真正开打之后 俄罗斯可以宣布我根本就不要美元 你要我的能源必须拿卢布来换 所以能源才是硬通货 连带着黄金也是硬通货 现在听说有国家拒绝美元 没听说有国家拒绝黄金的 国家不会拒绝黄金 个人自然也不会拒绝黄金 所以咱们说的乱世藏金 那不是说乱世的时候 你持有黄金能让你资产保值增值 而是说乱世之时 你有黄金是可以保命 是可以救命的 而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意识到了黄金是压仓石的话 说实话我倒是建议大家 既不要去买黄金饰品 也不要去买纸黄金 因为黄金饰品相对而言 厂家在售卖的时候 他要加价很多 明明一克黄金400 他还要加50块钱的手工费 而且等到你拿黄金饰品去变现的时候 你的手工费是不计的 人家不会因为你这黄金饰品做的多么精良 就给你黄金加客数 或者给你加单价的 而另一方面 纸黄金它妥妥的就是一个投资品 你要投资纸黄金 你要看的就是短线而不是长线 而且纸黄金你是拿不到实物的 说实话真正遭遇到危机之时 你那个就是一张纸而已 它跟货币没有区别 而实物黄金相对而言 变现快折损少 更重要的是有实物在手里 遭遇到任何危机之时 它都是好用的呀 那么多的事情 一张纸黄金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帮助到 那边就会帮助到